这是女孩第一次跟同学在外面过夜,可让她感到奇怪的是,刚关灯没多久,她就发现有个人正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,起初女孩以为是自己的同学,因此便没有在意,可谁知下一秒。 那个人影居然开始慢慢摇晃了起来,女孩被这匪夷所思的举动倒得一头雾水,然而让她打死也没想到的是,此刻她才发现自己的同学,居然就睡在自己的身旁,倘若真的是这样,那么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,又究竟是谁呢? 而随着对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,女孩也被吓得转过了身子,可下一秒,另一边居然又出现了两个摇晃身子的人影, 然而还没等女孩搞清楚怎么回事,那两人居然就转了过来,并且紧接着还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空翻。 女孩被吓得闭上了双眼,可紧接着,她发现刚刚的那三个人,居然正围着自己的同学吃什么东西,结果等她仔细一看,才发现那居然是生米。 更奇怪的是,明明生米都已经散落在了同学的脸上,可同学却没有丝毫反应,看着诡异的三人还在不停地吃着生米,女孩终于看不下去便躲进了被子里。 直到第二天醒来,众人这才发现床上都布满了生米,可只有女孩自己知道这个生米是怎么来的,然而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。 那三个黑衣女人,究竟为什么要在夜里摇晃身体?聪明的你知道答案吗?记得评论区告诉我哦。